7月9日 T州寺院附近垃圾桶发现人头 10日 T州第四人民医院附近一名商户告诉记者 他也听说了此事 但没有去现场 T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 是在医院外的垃圾桶中发现了异物 公安部门正在核查 记者致电T州市公安局 工作人员称 已接到针对此事的报警 当地东湖派出所正在调查此事的真假 东湖派出所工作人员称 正在调查核实此事 当地相关部门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垃圾桶中发现的疑似是人的头盖骨 当地警方正组织法医进行进一步技术查证